1 2 3 末年拉开 人们纷纷对邮票拍照 纪念这一历史时刻 此次美国邮局推出的150周年纪念邮票 将印出5040万张 每版会有18张 我们希望今年在这个庆祝150周年的铁路的工人 希望美国人不光是华文社区真正的了解他们对美国的贡献 这一点历史我从小在美国没有真正的学到 所以希望我们下一代 下下一代的孩子 不光是华人小朋友 而且所有主流社会真的能了解这些华人工人对美国 创造美国的贡献 1869年5月10号是世界上第一条跨州铁路 首条横贯大陆铁路正式竣工 是曾经横穿美国东西部 需要耗时数月的危险旅程缩短为一周 为统一国家的经济和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参与兴建的工人中 约有1.2万名华人工人 是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的主力 他们在危险艰巨的环境下工作 包括打通内华达山脉 更创下世界纪录 在一天内曝出十英里铁路 我的长官和大贡献 从唤维,中国 的萎兴建的 日本 也在美国 我认为手 他們在三至四年工作了三年 他們能離開 我父親沒有進入那種細節 但我父親父親是六腿長的 當時的平均是五腿長的 所以他很長 所以我確實他很努力 整個項目中約有1200名華人喪生 雖然付出巨大 但在當時華工飽受歧視 待遇苛刻 自信不平等 而這段歷史也不曾被銘記 我們現在在國會提了一個決議 所以希望國會能夠通過 像是永遠在歷史上就會有這個紀錄 其他就是要繼續的做一些教育方面的活動 新唐人記者雨婷王珍 紐約報導